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胡老板 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 今天有哪些新闻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 之前我们就聊到UAW嘛 那UAW在他们的工会的会员 在GM的有一个厂呢 有投票表决说 薪资增长的这个方案呢 他们不同意 另外一个地方也出现同样的状况是 福特在肯德基 Kentucky的这个厂呢 也有一对这些工会的员工会员呢 也是投票表决说 他们不赞成这次的这个薪资成长的方案 那这些呢都是算少数的 投票来否决这件事情 因为绝大部分呢 打个比方 福特在Louisville的这个工厂呢 他们就投票是通过了这些薪资成长 那大家从这个方向你就会了解到说 这次的UAW这些工会公投 他们谈的这薪资成长方案呢 并不是大家都接受 绝大部分人是接受 但是不代表每一个小队都有接受嘛 那这些小队呢 还会在持续的跟 经过UAW跟福特 GM House of Atlanta继续谈哦 只不过现阶段呢 他们并不会因为没有谈拢而罢工 主要是因为罢工呢 是大家要罢工才有用 他们如果只是一个小队罢工的话 基本上谈拢不了 但不过再下来就看是说 他们会不会持续的再跟 这几个车厂谈或者甚至不谈 还是就直接就是接受这次的方案 就不过他们就是需要再重新投票了 但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跟你讲说 UAW在美国 尤其这三大工厂这里头呢 其实他们的站的力量 其实蛮强的 也就一再的代表是说 其实工会如果想要就是 损伤一个品牌或一个公司的话 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为什么在美国这里 大家都这么讨厌工会 也就是为什么 Toyota Honda 还有甚至Tesla都说了 他们不要就是不要有工会工厂 那再来另外一方面呢 Volkswagen呢 现在目前要推出一个 22000块钱美金的电动车 什么时候呢 他们的预估是2025年 那这个车子会长什么样子呢 什么型号啊 或者是款式怎么样 目前还不知道 但在达到这22000块的目标之前呢 他们会推出一个ID2 那这个ID2目前他们是预估是 27000块钱美金 到3万块钱美金之间啦 就是差不多就是不到3万块钱美金 那他们希望说这个小车呢 可以有279英里的续航力 也就是他们希望说 把这ID2变成一个踏板 就是说当他们这个ID2已经 研发出来了 并且在贩售的话 那他们再下一步呢 就会经过他们这个 研发ID2的经验呢 而去研发下一个 22000块钱美金的时候 预估是可以在 差不多一年多之内达成 那我也希望Volkswagen 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表示说 电动车会有更多人受贿 小资族也好啊 或者就是不想要买贵的车人呢 22000块钱的车 或许他就会愿意换成电动车 那Volkswagen什么时候 会做到这件事情 只有再跟大家分享 那再来美国这边 这一段时间呢 已经开始贩售 KIA的EV9 那KIA的EV9呢 现在在美国这里有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 算是租赁方案哦 他们现在是把这个 应该是Light Long Range版本呢 后轮传动版本呢 现在每个月的租赁方案 只要美金599块钱哦 那续航力可以高达304英里 其实蛮好的 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 美国对7人坐的电动车 这种大型的电动车 或者是休旅车呢 非常有兴趣 很多品牌都在推出7人坐 不管是油车也好 油电混合车也好 或者电动车 这只要是7人坐的 这个大的休旅车 在这一段时间 在美国都非常受欢迎哦 那也就是为什么 KIA呢 也希望说EV9这次出来呢 可以刚好赶快抢一些市场 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推出这个590块钱 每月的租赁方案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哦 好 那再来我们聊聊美国第三季的这个电动车的销售 销售量哦 那在美国呢 第三季呢 电动车总共销售大概30万台车 非常多 呃 今年跟去年呢 就是前面这个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加起来 跟去年的成长比的话 已经成长了78% 没错 那第三季呢 有点少 他只成长了7.9%而已 就相对来说 大家就可以注意到说第三季 其实电动车的成长是有在缓慢的情况下 但是还是有在成长 那在这个第三季的这个成长率里头 就是销售量里头呢 我们来看看前五名是谁哦 那第一名呢 大家不用猜了 基本上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基本占了50%哦 非常多 总共卖了157000台车哦 非常非常多 第二名呢 福特 不甘示弱 6.7%而已 卖了21000台车左右哦 那第三名呢 Hunday 6.3% 卖了2万台车 Chevy呢 5.1% 16000台车 Rivian呢 5个% 16000台车 这就是美国 在第三季前五名的电动车贩售品牌哦 大家明显可以看到 特斯拉近排式 霸占王 真的是 真的是没话说 占了一半的这个量 非常非常高哦 呃 整体上来说 有一些车厂会觉得说 哎 现阶段在美国的话 电动车的成长可能开始真的有在缓慢 或者甚至 有些 滞销的问题哦 呃 所以呢 有些车厂可能就重新在 就是有规划说 他们再下来的这个 要电动车的方案 还有一些开发哦 那我个人觉得是说 可能 不是电动车的市场没有在成长 而是可能车子呢 大家不买单 简单来说 你可能要回去 想想说 哎 是不是你的车子的设计的问题啊 或者怎么 因为你如果说 整体的电动车在缓慢的话 那严格上来说 特斯拉应该也有碰到这个问题 可是数据来看 特斯拉并不是如此 那可能或许就是 以现阶段这些车款来讲 可能市场并不是那么接受 或者甚至有可能价钱的问题 导致大家觉得说 电动车还不是那么 呃 受欢迎 或者是因为贵嘛 那就不想买贵的车 这种概念 那之后呢 这些车厂会怎么样来应对这件事情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最后跟大家聊聊特斯拉的新闻 上一次我们就有聊到 特斯拉在Cybertruck的订购方案里头 他有提到说 车子不能转卖 或者是就是短时间之内翻售掉 这几天呢 无预警的这个条款 好像被拿下来了 目前呢 有网友在汇报是说 他们要购车的方案上头的 原本是有这个就是不准 不准转售的这个方案的条款呢 诶 被拿掉了 但这个东西 目前我们也不确定 他是真的拿掉 还是假的拿掉 或许是因为现阶段 因为新闻爆太多 大家爆太多 很多人都在批评这件事情 而特斯拉要避免一些 不好的媒体 所以他现在把这个拿掉 但是 不代表说真的交车售 这个条款不会被放回去 所以呢 最早最早我们可能会知道 这件事情是可能要到 正式下礼拜 的要准备交车 因为再下来 11月30号呢 是美国这里 Cybertruck第一天的交车典礼 会有很多人交车 所以在那个之前呢 这些正式的条款合约 才会陆续出现了 到时候还有没有这个 不准贩售条款呢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那从特斯拉角度来看呢 他不准这样子转售或贩售的话 我觉得是有他的道理 因为他也想要避免黄牛 因为大家都知道 Cybertruck刚出来一定量很少 那一定就会有人 就是买车马上转 就是要赚那个差价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整体上说 对市场 还有对一些车厂都不太公平 所以特斯拉也想要避免 这个消费者这样做 这种黄牛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条款是合理的 只不过这几天呢 因为真的是新闻媒体 爆得太凶了 所以特斯拉可能要避一些 不好的新闻吧 所以先把这个拿掉了 那之后是怎么样呢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哦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看YouTube的朋友们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听Podcast的朋友们 可以经过Spotify IG或Facebook 发简讯给我 我都会看到哦 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胡老板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